我都非常赞成每一位老师给她的建议 因为她是一个太忘我的演员 所以有时候听到老师跟她讲 我也会回来跟她嘚嘚嘚嘚说 你天天你说这个老师说的很有道理啊什么的 然后她就会说 我真的对表演的审美就是生活化 而且我觉得她最棒的是 她是一个成就女演员最好的男演员 她永远甘于当绿叶 她完全可以把我的戏抢走 说老实话在台上 但是她真的没有 就是今天我觉得静姐的这个演戏 完全盖过了浩哥的这个 而且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细节 就是他俩在演那个《求婚》的时候 就是静姐的眼睛里是有羞涩的 就她非常的甜内心 然后包括最后演完之后 浩哥把她一搂说 哎呀都是假的 你怎么这么难受 这假的你怎么还哭成这样 这太甜了 然后感觉结婚这么多年 还能这么有化学反应 真的让我很羡慕 所以浩哥为什么会想到 要请静姐来帮你主演 他那天拿完剧本说 这挺适合你的 我说什么 他说这个角色 我说你开玩笑吗 你家刘若英演的都快入围 最佳女主角了 你叫我来演 你不是让我死吗 然后他说你可以 因为我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了 我知道他内心里面最想的是什么 我之前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就说其实男人在外面挣钱 没什么了不起的 因为你要女人出去挣也一样能挣 我们两个同样是演员 他把出去拍戏的这个时间 这个机会留给了我 然后他要在家里面带小孩 所以我说我能答应他 能给他做的就是 完成他心里面的小小的梦想 或者尽量能够帮他完成他的 没完成的一些遗憾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责任所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